好我们今天来录制一期这个三六校长的攘外线攻略 因为校长这个题材非常的敏感 所以我就尽量的把视频做得很短 把重要的部分都展示出来 其他的不重要的部分我就直接省略 攘外线相比于安内线的话是比较无聊的 因为我们没办法拿这些军阀去刷经验 所以我们前期经验也特别缺 而且因为没有战争 所以我们就只能挂机到这个开战 没有什么多余的操作 正因为这个攘外线没什么操作 所以我觉得不管大家会还是不会 都可以从这篇视频中学到很多 首先这个攘外线它的作用 就是让我们成立这个统一战线 但是我们不点这个三民主义下面 所有国策我们都可以成立统一战线 所以我们左边这条线我们就不点 我们开局第一个国策直接点这个军事委员会 这个点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拿这个每天经验的增长 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研究院给开下来 再把这个消费品工厂给他减一些 然后一直点到这个股物税 之后我们再开始点这个外国投资者 这边我推荐是走德或者走苏 走这两个的话 我们可以拿到一张装甲卡 还是挺香的 其他的要么其他都是飞机或者船之类的 这个意义不大 好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生产 这个版本的校长可以说是史诗级加强 他这个科研里面 他开局是自带这个火炮 不用研究了 我们开局就可以拉这个火炮的效率 然后他还自带一个战间西行坦克开发 所以他开局就有这个坦克底盘 我们连坦克都不用研究了 我们开局就直接研究这个工业和这个生产就行了 然后我们这个这局因为是打着玩 所以我们就不怎么讲究这个种地了 我们直接开始种军工 在这个基建高的地方中 然后我们的这个军工分配 两个工厂造枪就够了 这局我们就不玩我之前讲的那种要饭流了 因为这个打普通难度的日本没必要玩那么细 以后我会出一期打满家墙日本的玩法 但是让外线打满家墙不现实 我们肯定是玩安内线打满家墙 然后这边我们直接造这个炮全造炮 我待会可以分点工厂去造这个中型防空 经过这个1.114版本的这个改动之后 这个重坦被大削了 它现在变得非常贵 所以我们直接造中型防空车 我们造中型防空车也很简单 我们只要在这个小型武器里面 给它选择一个基础防空炮就行 然后我们给它改成这个防空炮类别 只要一点经验 我们就可以开始造我们的这个防空车了 非常的划算 这个防空车的价值也只有8.8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要买的东西都买好 尽量买这种不用运输船 因为我们也没多少运输船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调到武术 开始游戏了 我们这局就不见这个情报机构了 因为这个打日本太快了 我们根本来不及 把间谍研究好 基本上就打完了 我们选中一下所有部队 可以看到我们有57个师 然后把其中的部队都挑出来 这样就有5个步兵师 28个四步师和24个六步师 因为我们前区急需一点经验 去改这个中防空出来 所以我们开局就直接按Shift 可以给他来一个全体训练 这样我们快速等到这个 经验值到达1 这边也是等这个军事委员会国策点完 好 这个2月20号 我们这个陆军经验有1点了 我们赶紧去把这个中防空给他改装出来 先选择 防空炮 这样就改好了 我们可以给他选一个比较帅的图表 然后我们开造 用这个生产炮的工厂 拉去生产中防空 我们不需要特别多 我们先给他拉一点效率 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多资源去生产 虽然目前消耗的资源并不多 我们不着急立刻点军队改革 因为这个点完我们也得等100经验才能改 所以我们可以优先点统一工业规划 然后往扩大中央研究院点 先把科研槽开下来 这边我们选秘级工业 因为这个离散给我们带来的收益并不大 然后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飞机先训练起来 因为待会我们开局飞机是有一定优势 因为日本也没有太多的飞机 我们第三个国策直接开科研槽 我们第一个150政治点直接给这个部分动员 我们不是很缺陆军经验 因为我们人外线就算 就算我们放了这些将领 我们也不可能刷到100点经验去改这个陆军改革的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点这个金融政策 来减我们这个消费品 一直点到股股税为止 然后新的这个科研槽 我们就研究一下这个机床生产 我们先把这两张卡用掉 我们再点这个建筑技术 我们接下来的政治点就可以一个接着一个的上这个步兵 大师了 把这个陆军经验先刷起来 好我们这个股屋税点完之后 我们都稳定度已经非常低了 但是影响不大 我们这个建设这边已经只有15%的消费品工厂 我们继续在这个基建高的地方修军工 建造还是非常快 这个37年7月快到了 我们先把我们的主意识给他改编一下 我们改出这期的关键编制来 五步三炮 然后我们还差一点经验就可以上这个 中防空了 我们先让他改一下 直接把我们这个开局送的24个三角军给他改成这个 编制 然后我们给他安排一个将吧 直接让孙力人来当 然后元帅由这个薛岳来当 其余的部队就随机分一下 这个28 28个这个四步师我们就去拿去守港口就行 把这个周围都点上 这其他的就不用管 我们只要点上港口就行 然后这五个骑兵师就随便找个地方先放 然后让这个刚改编好的这个炮兵师啊先训练起来 我们把这个炮兵师放在这个北京这个位置 保卫一下守住 这边我们的步枪有点多我们可以 造点这个火车啊 我们这个火车可以可以看出来我们是不够用的因为我们主力是在前线 火车全拉去给主力是运装备了 然后我们这个 中防空大概八个场也就够了 待会 可以造点火车啊 好我们这个 25点经验已经存够了我们再把这个中防空给他装上去 这样我们的部队就有7.5的这个装甲厚度 啊日军他这个主力师是12步他的这个穿甲深度只有4.4我们7.5是稳定的进盾了这个日军的主力师啊 所以这个编制是非常克制日军的 又有软弓又有这个金盾啊 好这个时间点这个颜老妻妻请我们去吃饭啊我们肯定是欣然赴惠了 要做小孩那一桌 他这个上来就直言不会啊提一年共抗日啊我们肯定是觉得这个此言着实有理 啊不有理我们是走不掉的 这边啊瞬间全加入我们这个统一战线 我肯定是全部接纳但是我们不要他们的部队 我们自己单打独斗就够了没必要拉上这些小弟的这些杂牌军 我们这个 中央军还是挺猛的 这边 这个点完之后下面其实没什么好点的我们可以点一个这个军队改革啊 也可以点一些其他的比如这种刷工厂呢也是可以点 但是这些会加这个消费品 所以我们还是优先点军队改革和这个 三民主义啊加一点稳定度 啊这个部队改好之后我们依然是给他 shift k训练一下 啊这个快要开战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目前缺哪些装备啊这个 缺一点火车 这个缺30辆这个中防空这个无所谓 炮还缺一点那我们还是优先在补一个厂给炮 像我们后续的这个厂还在建啊建的还是挺快 现在有17个厂在建军工 好这个1937月这个卢柜桥事变我们直接点忍耐已经到极限我们不拖他时间我们直接开战 不要他也打不动我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部队的这个面板 啊他虽然有一个轻毯能穿我们但是我们也能穿他 我目前唯一是缺了一点补给因为我们火车不够 所以我们可以点这边的这个 真用民用火车啊虽然扣5%的基础稳定度但是能送我们15辆火车 让我们就不会缺补给 然后我们这个部队啊就是固若金汤啊他这个 无论他怎么冲 也是纹丝不动 这边我们听到了这个登陆的警报声啊 我们这个早就把这个部队埋伏在沿岸了他这个登上来也是 白给啊我们根本不用担心 我们这边啊抽出 两个我们的这个加强重炮师 啊去协防一下这个青岛即可 他这个上来再多也是白给他上来的部队都是这个红补给啊 我们直接走到这个青岛 卡住这个战略要地这时候我们这个部队开始乱跑了因为他是 进行了一个区域防守的所以他开始乱跑我们这边点一个取消然后再给他把这个区域给关掉 把多余的部队给分给另一个将 这样他们就不会乱跑 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在这坐着防守 也许有人会说日本刚开始冲不动是因为他有这个战争态势啊 他这个有一个特定国家简称 但是他刚开始冲不动但是他还是在冲我等他冲到后面我这个陆军的这个 改革都改完了 然后我部队都被他冲成骷髅式了他更冲不动我所以我们这个编制是 对于日军是天客 所以这个校长 想打这个普通难度的日本啊用这个编制就行了 不管是老手还是新手我都推荐这个编制非常的无解 然后又很便宜 我看一下这个编制的造价 804 和一个七步二炮师差不多的价格 而且我们这个坦克是 支持自己改装的 到时候是可以拆掉一部分这个 或者换成更便宜的炮塔 拆掉这些没用的这些引擎换上 更普通的引擎什么的 换成轮子车也可以 都是可以改装的也可以自己叠甲 所以这个编制的灵活度是很高的 我们接下来也可以选择造一些摩托车来改善一下我们的补给状态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边的空军 必须得抢一下不然的话光让日本人白炸有点 难受 然后我们再找这个 有油的国家买点油 其余地区日军上岸的部队我是懒得管 就这样放着就行了 因为他们迟早会饿死 就算他能往前走才走不了几步 我们使用要放个湿稍微蓝一下就行 然后让这个分出来的这个精英湿给他收拾收拾 然后我们就不停在等这个正面的部队刷经验就行了 等我们经验刷到100我们就可以点军改 这边多的场还是继续造炮 因为这个中防空待会就已经非常易出了 而且日军一直在冲我 他这个黄条是会掉的 他待会装备冲没了 他就彻底废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伤亡比例 因为我们是全金盾状态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 不会受伤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交换比基本上能打到1比10的状态 这个近隙就不管了 和我们没关系 因为我们指挥不了他 这个交换比是非常正常 然后我们这个软弓是永远高于对面一倍的 这边也破不了我们的防 同时我们是有对空的 开战两个月不到我们这个 顺利人已经变成向战专家了 其他也快刷满 这个阳外线打普通日本的话 没什么难度 我们以后会做这个 安内线打家务日本 如果阳外线打家务日本的话 有点 拖时间 还是安内线比较好 而且我惯用的这个 要饭流的套路 没用到 我一般是不会造枪的 枪都是要过来的 这期主要也只是演示一下 东亚小霸主编制 这个编制在 东亚大区优秀的匹配机制之下 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